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大家好 我是楚军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还有抖音号 了解更多的健康资讯 健康小雷达 今天搜到啥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动 绝对不是练拼练习 谁都能拼得出来 这个动跟我们今天说的 有什么关系呢 来 我们看一下求助观众 他就下楼取过快递了 还用穿那么年轻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出发一下狼风一吹 身上就起红嘎的 刺脑就要命 你说不顺颜色才能行吗 你这脑子啥呢 昨天这不刚洗完澡吗 今天咋要刺脑了呢 我这一运动出汗 我这个就刺脑的不行了 但我怀疑就是脂肪在人少 可是我说都大半年了 咋不接受呢 一个是冷冻的洞 还有一个是运动的洞 这两个洞都跟我们的 求助的这两位朋友的皮肤的问题 密切相关 那今天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也是我们的主讲人 来自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皮肤科 主任医师韩宪伟医生 帮大家打一解惑 有请韩老师 大家好 互动权利赐小新朋友 已经高高举起销售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 一动就痒 这个是冷冻的那个动物 一动就痒 就差点我名了 就石维末 我跟朋友在浑河边 骑小电动车 上上秋景 天有点凉 然后这个小风还一吹 好家伙 回去愣是挠了一个小时 浑身上下的大风团子 你方唱吧 我登场 这种一凉了 然后身上就痒了 这是咋回事呢 这是冷接触性蕁麻疹 是蕁麻疹的一种 好发于秋冬季节 尤其在我们北方 这种寒冷的这种地带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是对冷的空气过敏吗 还是就只要是凉的都过敏 它不仅仅对于空气 它还会对风 还有就是冷水过敏 就是凉的这种东西 都可能会存在 这种冷接触性蕁麻疹的 一个表现 我就是蕁麻疹 作为一个资深蕁麻疹的人 冷了凉了 然后就起风团 然后就开始痒 对吧 这个是不是标配 这一类的患者 它其实多发生于一些暴露部位 比如说你手 比如说面部 颜面部位 它出现这种 相应的 你比如说接触 这种冷的空气 冷风吹过了 或者凉水之后 它就出现这种情况 半有明显的一个骚痒 有的时候还会起这种风团 那么通常情况下 在三十分钟到几个小时 基本上就消退了 它有一个消退期的话 估计纯粹因为这个事 就是看这个毛病去找你的人 不应该太多 如果它就是起这么一次 往往这些人 它就不会来了 因为大家伙 可能对医院都会 慧疾陌生 他不想来这样的地方 然后它出现了几次 然后也不那么好 它自己用了一些透明药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它自然而然就会到我这来 你看这个网友侯小闹说 原来我拿这个过敏不当回事 直到我看见新闻 有人因为过敏 喉头水肿 然后窒息了 过世了 我儿子就遗传我这个过敏体制 所以现在他一过敏 我第一时间就怼上药 郝老师 这个冷接触型蕁麻疹 也会出现喉头水肿 这严重后果吗 可以的 往往很多患者的表现 它仅仅是接触 这种冷的物质之后 表现出来这种风团 那骚养这种表现 那么如果严重的时候 它可能会引起 相应的一个头痛 低血压 或者是过敏休克 这种表现 但这种很少 我一个网友叫 分分秒秒举手说 我就是一动就痒了 行 因为干活一碰凉水 哎呀手背就痒 洗脸洗手 也全程都得用温护水 不然哪凉就哪痒啊 而且更要命的是呢 越挠越痒 越痒越想挠 这怎么破呢 尽管蕁麻疹呢 大多数都是这种自现性疾病 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是养养 它自己就好了 尤其急性蕁麻疹 急性期的蕁麻疹 很多时候 它可能自己就好了 但是呢 有的时候 它伴随这种症状 让我们比较痛苦 最痛苦的一点 你长长疙瘩 可能也就是不好看 但最痛苦就是骚养 那么骚养 这时候 它养得很难受啊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 来进行相应的 一个药物的一个干预 你比如说吃一些抗阻药药物 然后配合这抹鲁干石洗剂 如果再不行的话 那你不还是得来找我吗 网友山水之间说 我是耳朵一动就红 当时不觉得痒 但是回到有暖气的地方 耳朵缓缓过来了 就反倒痒了 我这个也是冷接触型蕁麻疹 那不见得 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冻伤的 对啊 对啊 那不见得就是冷接触型蕁麻疹 据说网上有一个小实验 一侧编指自己是不是这种的 冷接触型的蕁麻疹 我们来看一下 有些人他一一冷就起 那种的话 我们一般就做冰块实验 拿个冰块搁到皮肤上 过几分钟以后 把冰块拿开 看看你那个冰块的 那个部位的皮肤 起不起红斑风团 可以的 这个也叫冷激发实验 可以用来诊断这种 冷接触型蕁麻疹 那如果要这样的话 我们就避免这个过敏原 就是我把像开场这位朋友的 什么出门全服装了 帽子 手套 围巾 什么这些全都戴上 是不是就降低蕁麻疹的发病率了 保暖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冷水 进行适应性的脱米 就是我们逐渐逐渐 让身体能感知到 外界的寒冷之后 来适应的寒冷 不是一下子就是 我挂着手我就除去了 你逐渐逐渐适应 你比如说你在 你假如说你冬天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 可能在屋里比较温暖的时候 稍微接触点凉水 让它自己耐受耐受 逐渐逐渐把这个水温 接触得比较低 越来越低 你可能自己适应这个冷空气 或冷水的一个存在 我是怎么后来好了 然后也是适应过来 我从夏天开始跑步 一直每天都跑 就坚持住了 然后秋天冬天也跑 好了 丑云老师真有心得 真就好了 就是从就慢慢的 因为天气是一天一天变化 然后就好了 跑了两年三年 就再也没放过 出本书吧 我要给你写序 好嘞 第一位一动就养 这个叫冷接触型的 一个蜘蛛疹 咱们知道怎么回事 第二位一运动 他就养了这位的 得的是什么病 咱们排除一下 这个应该不是蜘蛛疹吧 这也是蜘蛛疹的一种 它叫胆碱能型蜘蛛疹 刚才这个冷接触型的蜘蛛疹 这个好理解 那现在咱们说的 这个胆碱能型蜘蛛疹 听着挺陌生的 胆碱能型蜘蛛疹 它是蜘蛛疹的一种 它的病疫目前 没有完全搞清楚 但是有一点要明确 就是它非常有可能 跟乙仙胆碱 是有一点关系的 就是有研究表明 就是以先胆碱作用于 我们人体的肥大细胞 导致去脱颗粒 而引起了蜘蛛疹的一个发生 那往往我们什么时候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比方说我们运动 过度的大汗运动 还有就是受热 饮酒 喝着饮料 精神紧张 等等 这些都可以引起胆碱 能型蜘蛛疹的一个存在 好了 我们看网友伊甸园说 问题来了 运动的时候 感觉身上痒 就都是蜘蛛疹在捣鬼吗 所以压根就不是脂肪在燃烧呗 运动时候脂肪燃烧 通常在运动之后的 10分钟左右开始发生 那么通常在30分钟左右 达到一个高峰 而我们这个胆碱能型蜘蛛疹 在运动几分钟之后 就会出现剧烈的一个骚痒 一般在30分钟左右 它就消退了 所以说他们这个时间点 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集 所以说不太考虑这方面 而且我们运动脂肪 这个主要是肌肉在运动 它可能长着这种酸痛的感觉 它不会产生氧绝 对吧 所以这也是他们之间 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鉴别点 这种一热就痒的 刚才说的一冷就痒的 这种的蜘蛛疹 是不是都会越挠越重 它这个越挠越重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挠并不能解决 你痒的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网友东辉 就说我好像有这种蜘蛛疹 一洗热水澡或运动 身上就又红又痒 之前一直觉得 这个小问题不用太邪力 直到有一天 我看另一个患者说了 他说有一次剧烈跑步晕了 我这才开始害怕 像我们这样的 是不是就在告别剧烈运动了 首先呢 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 还是比较少数 我们不能一夜费食 就是因为这个 我们就是偷懒了 我有熊巴掌 我就不断练了 那是一种放纵 我们可以啊 在运动之前 适当地做一些日式运动 热身运动 让这个身体 脚股关节都打开 让血循环 逐渐循环起来 然后呢 做适度的体育运动 适度的体育锻炼 不要做剧烈的运动 微汗即止 对不对 我们可以坚持这种微汗 主要这个时间 这个长度和强度 我们要保持好 然后在运动后呢 如果你出现上瘦痒的感觉 你可以吃点透明药 然后呢 适当地补充一些 有能量的这种饮料 让自己的能量 迅速地一个恢复 迅速地把汗液给擦干 这都是一些好的一些方法 你看可以说 这是一冷一热 这两类血脉 一个是胆碱能型的虚马诊 一个是冷接触性虚马诊 他们在治疗方案的方法上 是一样的吗 其实还是有略微的一些不同 那么胆碱能型虚马诊呢 我们可以选择 同届分进行口服务 冷接触性虚马诊呢 我们可以选择塞更定 或者是多塞瓶来进行口服务 同时呢 我们也是像刚才说的 可以做一些冷水的 这种适当的脱敏治疗 网友佳音说了 说自身虚马者患者 问现实问题 这个抗过敏药 我是犯一次并吃一次啊 还是说第二天第三天 再吃一次要巩固一下 然后减少以后发病的可能呢 那种疾病啊 它其实是不是很好 掌握它的规律的 那很多患者也经常会抱怨 我上医院没有用 看了好多次 该犯还是犯 一吃就好 一停就犯 这个东西不仅是你们头疼 我们医生他也一样头疼 我们人类在发展的一个过程 虽然科技现在很发达 很进步 但不是什么问题 都能解决的 我们只能适度的来想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呢 我们比如说吃完透明药 好了 好了之后呢 即使你好了 你也就要坚持吃个五七天 然后开始减量 那么隔日一吃吃个五七天 咱然后隔两日一吃 就通过这种减量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延长的复发这个效果的这种可能 刷完了蕴马疹我们再来说一说让人一听到就退避三舍的这个皮肤嘛 我们叫带状炮疹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什么蛇盘窗啊 蝉腰龙啊 这让很多朋友痛不欲生 于是呢有人就剑走偏锋 用上了偏方 用火烧 还有用磨来化蛇 这个偏方 真的能治大病吗 会有效果吗 来 带状炮疹 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是科学有效的方法来治疗 我们先来进段广告 回来之后 我们跟着韩老师 好好学习靠谱的医学知识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所谓以蛇攻蛇这个偏方 打眼一看就不靠谱 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但是呢 也有一定他们的道理 带状炮疹又疼又难治呢 所以他有这么多朋友 就不得已去信偏方 生孩子就已经很痛了 你想带状炮疹比他高两级 那是一样什么的感觉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今年过大年 带上补肺碗 带他回家 祝老爸不咳嗽 带他回家 祝老妈不咳嗽 带他回家 孝敬爸妈 补肺碗 带他回家 补肺益气 止咳频喘 守护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好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一身轻 越看越年轻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公众号 还有我们的抖音号 来了解更多的医讯的知识 来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沈阳市第七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 韩宪伟医生 欢迎韩老师 大家好 不少朋友为了对付这个 舌盘窗啊 各种偏方都用上了 咱们看一下吧 我上舌残腰 一信你就说了 我先替韩老师回答 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拿墨水在身上画舌 所谓以舌攻舌这个偏方 打眼一看就不靠谱 首先我跟你说 你画的不像 这您说的特别对 所以说就您这个问题 那么患者呢 考虑我画的不像 那我可能需要请一位 跳大神的来画符 不要笑 真实案例 真有啊 真实案例 有的患者来了之后 你看屠龙男子 还算是比较的文明的 那有的时候 你真的看到 他那个在什么 这个所谓的龙头 那种点个墨水 在哪一会又掐了一块 那就是专门 请这个专业的 这种迷信的人员 来给他们 从事这样的行业 首先这是绝对不可取的 迷信是千万要不得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想想戴状炮枕 它是一个疾病 它是一个病毒感染性疾病 你拿那个墨水 它有什么治疗作用 但是呢 其实他们这么做呢 也有一定他们的道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戴状炮枕 是一种自现性疾病 就是你不治它 很多人炮也就干不了 所以说这些有疑力 产生的 比如说 哎呀我画完之后 你看十天之后 它干不了 它好了 是我画的 其实不是 是人自己好的 还有一个说法 打小时听说 说这个不能连上 要是头和尾连上 这时候就废了 小时候听完真信这个 因为它确实难受 自家咧嘴的嘛 那现在咱们信科学 这个说法也不靠谱吧 那当然了 是这样 单人炮通常都发生在单侧 你现在单侧它怎么绕一圈脸上呢 这种情况很罕见的 特别是罕见的 但不排除有 这么看 那这个火烧火燎 这个疗法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光看就挺危险 你在炮枕没治好 再去烧伤壳了 翻不上了 对 这我严重怀疑 韩老师 你在日常接诊的时候 把自己有烧伤来找你的 有过 曾经有过 就人的这个想象力有多大 他们在这个单中炮软患者身上 造成的这种创伤 它就有多么的丰富 不过也有不少的网友 提出了意义 有自己的看法 网友呱呱说 说我爷 就给别人烧了50年 7天就好 网友这个暗夜魅影说 我就烧过 当时就不痒了 结痂脱落就好了 所以有人中这个偏方 还真能理解 就像我刚才讲的 单中炮软 它是一种自现性疾病 它其实对人体伤害最大的 并不是炮 而是它导致的神经的一种炎症 导致的后遗神经痛 你要能把这个烧完之后 后遗神经痛没有了 那算你厉害 但是也不见得就算你厉害 因为有的人他自愈了 所以这种方法不可取 土方法不要整 网友花开正好说 痛的就像十几天 每天都在生孩子 随风也说 时刻都是窒息的感觉 那何老师 是不是戴装抛蕊 又疼又难治呢 所以他有这么多朋友 就不得已去信片范 戴装抛蕊 大多时候累积的是感觉神经 但是有的时候 也会累积运动神经 所以说有的患者 会造成面瘫的那种表现 对吧 那么戴装抛蕊这种疼呢 它分多种 什么电击痛 刺痛 灼烧痛 很多痛那种感觉 非常难受 疼痛呢 它可以分为十个等级 戴装抛蕊 最疼的时候 可以达到十级 而我们女童这分娩痛 通常在八级 你想生孩子就已经很痛了 你想戴装抛蕊比它高两级 那是一样什么的感觉 那是所有得戴装抛蕊的人都这么疼吗 那肯定不是啊 身体好的肯定是恢复的也好 或者是不疼 那有的人还痒呢 它感觉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得戴装抛蕊的第一时间 应该到皮肤科去报道呗 对啊 肯定是第一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上药店 有时候药店那些非专业人士啊 他可能给你用的药都不对路 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来了之后觉得 一看哎呀过敏了 给上了激素药膏 激素药膏是一种免疫抑制的药物 对 本身你就属于免疫力低 造成了病毒感染 那你说 你抹它之后 它会加重的 所以说不单是没治好 还给整重了 网友看非凡说 我前一阵子皮肤科住院 病房不少 因为用偏方治舌盘床 越治越重的 大爷大妈 其实我大爷本来都见好了 因为着急回家看孙子 后背这个结痂挠破 结果病情严重 我有点担心 这挠破的水泡流出来的脓 是不是有病毒 碰上会传染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带中炮枕这种传播途径 其实有两种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飞沫的传播 飞沫传播 可以引起这种带中炮枕的一个发生 沿着感觉神经轴索 完全下降 然后寄存 然后免疫下降之后 又一击惹 咔嚓 就是带中炮枕了 还有就是一个直接传播 炮业的一个传播 那么接触到孩子呢 因为带中炮枕 这个病毒的名字叫 水痘杠带中炮枕 那么往往你感染孩子之后 可能会造成孩子的 这种水痘的这种发生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建立患者 稍微隔离一下 家里有孩子 或者免疫力比较低的人去 网友叫叮叮当说 之前我公共得带中炮枕了 我说会传染给孩子不信 结果真传上了 是不是当初上戴口罩就不传上了 机率会更小一些 飞沫嘛 对 飞沫 我记得以前咱们节目 说过这个事 就是已经有专门的 疫苗所预防 这个带中炮枕这个事 然后推荐中老年朋友 尽早接种 但是对于已经得过这个病的 还有必要接种吗 可以 你得过一次这个病的话 你不是绝对不会再复发 那么也可以 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 在接种这个 来预防这个带中炮枕的一个发生 还有网友问 我今年35岁 但是抵抗力一直挺低 常常流感拉不下 像我这样 是不是应该提前接种 带中炮枕疫苗防万一呢 现在带中炮枕的 说明书的适应证 是50岁以上 所以35岁呢 我们还是不太推荐 健康一身轻 下节更精彩 右膝关节由于务力太大 乞盖后 我想了一下 关节不稳 目前考虑呢 你这个习惯节呢 有这样几个因素 年初啊 诊断的是净兔 打平凡球游泳 能不能做这份运动 要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我今年70岁 2022年4月份上楼的时候 右膝关节由于务力太大 乞盖后卧 想了一下 之后啊 就没走一步啊 乞盖后卧 就想一下 而且走路啊 非常不舒服 关节不稳 我就把后个儿啊 颠高一公分左右 乞盖后卧 处就不想了 但是走路一眼不稳 必须脚后个儿 用力踩一下 才能走路 而且感觉 膝盖处 筋发紧 走路的时候 膝盖朝后使劲 但是不疼 陈起症状能轻一点 走一会儿呢 就不行了 我去医院排过片子 诊断是 膝关节退行性 骨关节病 和骨子疏松 我自己啊 没事我上快手 查理一下 感觉我这个症状啊 像吸过深 所以是我想问问专家 我这个膝盖 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过你这个描述啊 目前考虑呢 你这个习关节呢 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呢 就是习关节不稳 就是你当时 不说有一个这个外伤史 习关节后方响嘛 对吧 那么这个很有可能 是由于这个 后方的这个 后交叉人带 当时有个撕裂伤 造成的 这个韧带啊 它主要是维持 习关节稳定性的 这个后交叉人带 一旦受损伤 所以你现在就感觉 它习关节不稳 那么你现在说 把这后脚根 垫起来 它就稳一些 主要原因就是 你在垫着脚总 你这习关节 处于曲曲状态 就是没有完全伸直 对对对 一伸直呢 它就会感觉到不稳定 所以说你这考虑啊 就像你所说的 叫做洗过身也好啊 或者后交叉人带 损伤也好 都可以 它主要是一个 洗关节后方 人带的一个损伤 同时你这个年龄 多少70岁 是吧 排过篇子 提示你有 推行性骨关节炎 就说明你这个 洗关节啊 它还有这个 软骨的磨损 以及骨脂疏松的存在 所以说 这几方面因素 综合起来 就是你现在 症状的主要因素 那么如果说 你感觉洗关节 不稳定性 特别明显 或者是说 已经影响到你走路了 那么我倒是建议你 进一步做个承证 看一看这个 后交叉人带损伤程度 需要手术治疗了 年处啊 诊断的是净吐 净吐带的肩周炎 带的头痛 做理疗就是 热腹 热垫 这块环节了 我先咨询一下 打乒乓球 游泳能不能做这块运动 如果说这个颈椎病啊 有肩盘突出 并且呢 经过治疗之后 没有什么症状 那么建议大家 进一步地做 颈队保健操 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对于这个 打乒乓球啊 还有这个游泳 要根据你的症状来判断 如果说颈椎 没有手麻 上肢疼痛 那么你是可以做 刚才的这两个运动的 如果你出现了 手麻 上肢疼痛 或者是说 上肢无力的症状 那么你是可以游泳的 但是不建议做 打乒乓球 这样剧烈的运动 那怎么能参加 我们的健康专家号呢 途径啊 真是不少 您呢 可以加入到 我们的互动群 以及关注我们健康 上一身星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 跟我们进行留言 这样呢 就有机会和我们的专家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了 齐黄小姐 为您的健康养生来帮忙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来自辽宁中医药大学 上海论教研室主任 王树鹏医生 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老话讲 冬季进补 来年打火 不过春节期间 大鱼大肉吃多了 难免肚子胀会不消化 有些人 中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帮助咱们住住消化的 当然有 今天我就带来了一个宝贝 来了 这是消极靠谱水 要我说这里面 肯定少不了山渣 毕竟说哪一顿吃顶着了 来俩酸酸甜甜 糖葫芦球 那可挺管用 你猜对了一半 今天呢 我带来的锦囊里面 确实有山渣 不过啊 我们用的 不是新鲜山渣 而是呢 胶山渣 在中医上啊 胶山渣属于 消食类的药物 可以轻松地解决 食肌不化 等脑人的胃部疾病 同时呢 它具有活血散淤之功 另外呢 这里边还有一味药 陈皮 它具有很好的 礼器健脾之功 并且呢 具有调中造湿去痰的功效 山渣陈皮 也是灵魂搭档 此外呢 还有一定的减脂功效 那太好了 简简单单的 消极还靠谱 两小腰一股脑 放锅里煮 是不是就行 这个能够助消化的 山渣陈皮眼啊 很简单 是吧 陈皮五颗 山渣呢 十颗 可以将 浇山渣呀 放入锅中 加入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到汤变色 再将陈皮呢 放入锅里面 怕酸的朋友啊 还可以 放适量的冰糖 再煮一会儿啊 即可饮用 这个消食鸡的这种 山渣陈皮眼该怎么喝 我一次喝多少呢 一次啊 喝五十毫升 就可以 这个小茶饮 是当顿吃撑了 喝一次就管用吗 当然呢 这个如果比较轻一点的 是吧 那你喝一次就可以 是吧 如果重一点的呢 可能喝个三天五天的 都可以 如果您没记下来 不要紧 微信扫码 关注健康医生 亲公众号 当天的推送里边 就收到我们节目的文字版了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 明天的精彩 请您先读一块 花季少女莫名面部朝红腹泻 原来是这种肿瘤在作祟 遇到了总是害羞脸的患者 一般会问些什么呢 你是不是发烧了 脸这么红 不敏了 我现在问的是啥呢 你拉肚子 十一岁女孩玲玲 嘴唇上长满了黑色斑田 可能是肠内吸肉的信号 肠吸肉的话 发病率比较高 并且癌变率也比较高 我就get到老师的这个 看脸密集了 陈先生 最近有点便秘 连着吃了不少天的 窜白肉煲鸡汤 陈先生被诊断为肠梗足 但是如果这个肚 如果不及时发现呢 肯定是有生命危险 认肠